是不是三個星座跟各位朋友來看 是三個電視台的重新戲局節目 《細說台灣》 三十好坐江宇宙新鳳梅開場 要來拍片 透過節目來介紹到江宇宙新鳳梅 和北港條庭宮媽祖母 兩位宮廟的新作丁國 江宇宙市長運民會和本林館長長來選 江宇宙、義長、鄭鳳安 都特別來出色開場的議室 歡迎局組到江宇 介紹江宇和本林 讓全國的民眾知道 也希望透過戲局的內容 讓更多人知道自己新鳳梅 北港條庭宮媽祖母的行為 介紹江宇宙、鄭鳳安 都特別出色開場議室 希望透過戲局 讓民眾了解介紹和本林館的第一次關係 一百三十三年代 那時候江宇宙遭到大旱災 沒有落後的時候 也做足鼻 所以跟城隍爺兩個一起攜手 來保佑 讓我們這個地方 能夠降了幾十語 保佑萬民 所以我們透過今天 三立電視台的 細說台灣 來把這個故事彰顯出來 讓大家知道 今天也特別高興 感謝雲林、張立善、張縣長一起來 我想雲林縣跟嘉義 我們都是生活圈共同一體的 大家攜手合作 能夠帶動給地方的繁榮 互利共榮 這樣的精彩戲劇 是一個第一步的開始 我們往後還有更多的合作 我們每天都在一起 這個團隊 我告訴你 不是一個處理而已 因為我們兩個前方前面 甚至因爲 總共有多的領域 所以感情就很難看 因爲這個領域 一百五十年前 已經領域 我們成功 讓阿祖父母 關心的這個身份 要深切 所以讓我們知道 真正 我們有身份的保佑 所以照顧公開 我們目標路順 我們在清風廟 就在鑽不斷 就有了 這個就是 這部戲說台灣 傳領民長探搜尋到 向北港钓天宗一段百年前 管理罗建祥银车向北港马祖钢团 开始进行基于义室 新鸿跟马祖共现行为 够当天就落去大河 让梁冲沛 让原本欠修的农作物专为奉修 两庄庙的行为也因刺流团 并核杜青条 光绪皇帝版本 台阳显右向北港钓天宗 这种的新奇故事 声音是否专门跟他七彩虹不得